追光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民间公益救援队 我们的队伍虽然是民间的 大家还能追吃吗 好 但绝对不是业余的 快快 再快 只有把救援动作 变成一种本能反应 才能在实战中更好地救援 请人 有人冒用了追光的名义 大家都认为这里面的水很深 我们要看你救援队 就这么被抹黑吧 以后我就不来队里了 把那个落水者打晕的 是明妙 我不接受 我就是要把他 变成我的肌肉记忆 可我就是个医生 我不是个神 我能用生命拯救生命 是我害了他 不是为了赚钱 如果我们看了这个先例 这救援的性质就变了 你不信任寻非 以后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你不是说 救援队用生命救生命吗 有余阵 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救他们 三百倍以上天坑救援 只有我有经验 你今天的任务就是当好新郎 熊辉 小心 我们做公益救援 就是意味着有很多的牺牲 我们救人 不是为了回报 既然来了 我就不想当闹种 十一分钟我也要找 我现在不是一个队长 也不是一个救援队员 我只是一个父亲 你不敢示范我们的牌子 真正的在哪是没有剧本的 我必须要做最专业最精英的救援队员 我志愿加入追光救援队 尽管特努 努力训练 这么多年 明日就在为参加国际救援队员 在各种危机面前 前进所得到完救救援队 只要他还能救 我就不会放弃 看着这些年轻人 出发 就会看见了我们追光的未来啊 道不远 独行可制 十岁剧 兼备必成